彰化北斗工業區冒起農業 消防車救護車鳴笛聲不斷 煉花食品彰化廠 二十五號一早發生火警 廠房全面悶燒 員工不管身上還穿著防護衣 指引消防進火場救人 請我用煩惱 你要坐哪裡 要坐在哪裡 那這邊告我 好 先給氧 先給氧 把人帶出來第一時間 隨機補給氧氣 因為受困者都是被農煙 嚴重嗆傷 先給氧 先給氧 你說樓上是在三樓嗎 在三樓是四樓 所以你問他樓上還有幾個人 破舊的女員工嚇到一直哭 救護人員隨時送上氧氣罩 結果要配兩個同仁 跟扶的爛爛不扶的爛爛 那時候就聽到警報聲講 我們都知道離火的 最近的地方是哪裡 消防跟時間搶面 無論是用杯的還是用台的 就是要儘快把傷者帶出來 不過最後還是造成七個人 傷重不治 炒到他們的冷凍庫裡面 活起來 那原本是相對安全距離 但是後來因為濃煙很大 就是煙會串進去 昭華北斗的蓮華食品 二十五號早上六點半 發生大火 起火點是二樓的調理區基台 當時二十二名員工 三個人即時逃生 不過大部分都是往樓上逃 四個人到了三樓 另外十五個人則是躲在四樓的冷藏庫 救出最多人的冷藏庫 內部畫面曝光 現場一片混亂 通道直通廠房的深處 還有一扇門則是只有塑膠門 當者比 不太方便做太多的一個描述 那不要影響到相關單位的一個判斷 火災發生當時正值早晚班交接時候 超過四十名的員工活力逃生 不過最後還是造成七個人死亡 廠區全面停工 要靈心大火奪命責任歸屬 今新聞吳國一 許惠美 請問 微可下載 今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